今天我們來跟大家開箱兩雙 雖然是跑鞋 但又好像不是跑鞋的跑鞋 第一雙也就是愛迪達的4D FWD第三代 第二雙是最近糖度很高的 亞瑟士卡拉羅14代Cream Black版本 哈囉大家 我是你的家梁德瑞 我們今天就是來跟大家開箱兩雙 我最近收到 不是一雙應該是我自己買 一雙是由台灣愛迪達提供給我的跑鞋 那這兩雙跑鞋呢 雖然它叫跑鞋 但我覺得定位上 它好像又沒這麼適合拿來跑步的跑鞋 所以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雙也就是我眼前的這雙 這是由台灣愛迪達提供給我 但是當時我問他們說 這雙跑鞋真的可以跑嗎 我們先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我眼前這雙 愛迪達4D FWD的三代 我當時看到 就是台灣愛迪達提供給我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這雙拿給我的話 是要我來做評測開箱嗎 因為其實我很擔心說 如果你要就把這雙鞋拿來 認真講一次推坑大家去買的話 它好像又不是這麼的真正的跑鞋 但畢竟它是拿來 我覺得設定上就是拿來穿搭 然後輕鬆偶爾小跑步或是通行 那最重要是它搭載了滿滿的科技感 應該才是這次 就是愛迪達提供給我的最大原因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來針對 這些亮點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雙鞋有什麼特色的地方 當然不免俗的 畢竟我們是跑步頻道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就會去戶外實測一下 到底這雙鞋跑起來的感受如何 OK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雙愛迪達4D FWD 有什麼特色亮點的地方吧 那不免俗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科技外觀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個布面 是採用了雙層鞋面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好像輕薄的一層 但是非常透氣 而且穿起來的腳感 就很像穿上那種鞋套式的鞋子的感覺 它其實對於你的腳背包覆是非常服貼的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有好有壞啦 畢竟它很服貼 然後穿起來很像襪套 它的穩定性就一定沒有那些競技跑鞋來的這麼穩固 那所以你要拿它來做一些比較高強度的訓練 或許就沒那麼適合 但如果你是穿著它在日常通勤 或是平常偶爾小小的慢跑去追公車 好像還蠻夠用的 所以這是這次它搭展的這個鞋面的設計 那在中底科技的部分 因為這雙畢竟叫4D FWD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這個中底材質 比較少見的這種3D結構的設計 那這所有也是用3D列印出來的一個中底科技 比較特色的地方 他們在官方標榜是 它可以把你垂直落下的這個重力 轉換成往前推進的這個助力 到底有沒有這麼厲害 我們等一下去戶外實測跑看看這種 跑起來的腳桿 在這種3D列印結構的中底上 跟一般傳統的跑鞋的中底上 跑起來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這鞋底的部分 一樣是搭載了馬牌輪胎的大底科技 所以它的防滑跟抓地力的表現 應該算是還不錯 但我覺得比較需要擔心的是 它的這個顆粒其實是比較短的 所以它的抓地表現 不太確定在一些側向啊 或者是真的在一些濕滑的路面上 是否真的有 像其他搭載馬牌輪胎大底的 這些愛迪達跑鞋這種 抓地力表現這麼良好 那剛剛講到它的鞋面啊 是比較用這種像襪套型的設計 所以可以非常服貼 但是也不太需要擔心 因為它在後跟這邊 其實仔細看 它會有兩側的凸起 它有這個後跟的鎖定系統 讓你在跑步的時候 不太會因為它是鞋套型的這種 材質沒有這麼穩定 它讓後跟可以緊緊的抓住你的腳的感覺 好 講了那麼多 這個外觀確實非常科技 然後實際的這些 功能性上 聽起來也是非常的前衛 但我不太確定實際跑起來的感受如何 待會我們就到戶外 來試著走路輕鬆的小慢跑 來感覺一下這雙鞋的這種 中底科技 跑起來的感受 跟一般跑鞋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我們來準備開箱第二雙鞋 第二雙鞋要來跟大家開箱分享 也是我自己最近入手一雙超愛的跑鞋 那這雙也就是亞瑟士Gio Kayano 14 代 那這就算 他們這一波復古 在Y2K 時代 就是千禧年代的這個跑鞋的 一個經典的款式 那它為什麼會爆紅呢? 其實是因為前陣子的John跟Kiss 都跟亞瑟士有聯名 那出了這雙亞瑟士 Kayano Gio 14 代的時候 定價我記得都被炒到要破萬一雙跑鞋 那所以當時候在今年應該五六月的時候 然後在國外其實就有一些上市的資訊 那台灣是七月才發售 當時候一發售 造成搶購耶 就是我明明就有亞瑟士的同學在裡面上班 我說你趕快幫我留這雙鞋 他說不行我們內部管理得很嚴 然後去現場看 亞瑟士旗艦店門口 全部都是帶牌的阿嬤 排在外面 所以當時候其實第一波 我是沒有搶到這雙鞋的 那是在大概過了一兩週之後 我看到那個ACS 就是一個也是在賣鞋的鞋店 剛好就有釋出這個消息說 他們手邊有一些稀有的幾個尺寸 然後是用原價賣 記得喔是原價賣 這超重要 因為如果你現在要買都只能加價 可能六千七千才買得到這雙跑鞋 所以當時候我是用原價入手 真的是超幸運 我那時候準時射好鬧鐘 在電腦前面直接開搶 還好有讓我搶到 因為他們那一雙好像 那一波只開了應該是只有十雙跑鞋的樣子 就是非常稀少 所以這雙鞋 就算是最近很紅的 一個復古版的跑鞋 那原因就是他跟這雙John聯名非常相似 在外觀上的設計 顏色是很相近的 但是他的價錢 只需要這雙聯名款的接近一半不到 所以算是 剛出就造成一波轟動吧 但是在開始介紹這雙鞋之前 我剛好手邊有前陣子去參加 就是Cayano三十代上市的這個活動 所拿到的小贈品 那這上面就包括了初代 然後第三代、第六代、十三代 這個就比較接近我們今天開箱的主題 跟我們這一次活動三十代的這個鞋款 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些 十四代的一些鞋款的外觀 跟以前在剛出這款的時候 大概就是我國中那個年代的時候一些印象 然後還有跟現在已經出到第三十代的這雙Cayano相比 外觀上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些 這雙Cayano十四代的一些外觀的特色吧 主要在當時候的鞋款設計 都非常喜歡用這種超大王眼的布料 我記得當時候我穿美金龍或雅策士 只要沒有這種超大王眼 好像就等於不透氣耶 當時候 可是他說卡灰層啊 而且非常難洗 所以當時候這個大王眼算是一個流行 但我覺得也是很容易讓鞋子很快就破掉的一個關鍵 那除了這個奶油白的大王眼布面之外呢 他也搭載了大量的金屬色系 在當時候有這種金屬色系的外觀 好像就是非常未來科技感的感覺 但已經過了 這是2008年左右的跑鞋 現在是2023年 過了這麼多年 好像也沒有真的是金屬 就非常有未來科技感的這種感覺 可是現在好像又復古回來是嗎 最近Y2K的這個風格非常流行 所以這種金屬色系的跑鞋 在最近就是一種在穿搭上非常流行的一個元素存在 那除了剛剛那些特色之外 他也加入了非常多的這個黑色線條點綴 讓他在整雙跑鞋看起來就是非常有速度感 那除了這些之外 他在鞋跟地方 有寫了Gio Carano 14的這個地方 比較特色的是 他的顏色有點像是香檳籽的顏色 就是沒有這麼好形容 但是如果你是親眼看到他的話 你會覺得奶油白搭配金屬色系 然後在後跟這邊點綴這種類似香檳籽的顏色 其實整雙鞋看起來是非常有質感的 最重要的是他還是有搭載在當時候 應該到最近都還是非常代表 亞瑟士品牌設計語言的這個亞瑟膠 那當時候有這種外露色的亞瑟膠 他在後跟跟前掌都有加入 好像我印象中 當時有這種亞瑟膠 就等號是非常好穿非常Q軟的跑鞋 你那時候在 因為我這時候大概是國中時代的跑鞋 當時候應該你是高中 那時候的跑鞋流行 有很常看到這種跑鞋嗎 我周遭的同學都不穿亞瑟士 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亞瑟士 當時應該是流行 愛迪達的 Superstar Original 然後而且那時候的 Original Superstar 是可以插銷那個 三條線可以換顏色 那時候真的超強 而且還可以買鞋送塗鴉筆 可以在上面塗的 完蛋了 我當時候可能太運動 我國中時期都是穿亞瑟士美金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個版本出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有共鳴 看起來我真的是太運動了 愛迪達亞瑟士根本不知道 那時候還有DC跟DADA 現在哪有在亞瑟士啊 DADA我就有點印象 那時候鞋面真的都要超大一塊 那種超大布 就是很流行 DC都是我同學都 我不是代表所有人 但是DC那時候都是那種 皮太辣的那種東西在穿的 好我們繼續回來鞋子 那他在中底的部分 也有搭載這個 就是抗拳的支撐型的 就是中底科技 在當時候我記得大部分的跑鞋 好像也印象中 因為我那時候 美金龍應該是穿Rider 10系列吧 Rider 10 11那時候 所以其實我印象中 那時候的跑鞋中底 都是要這種硬硬的塑膠片 來支撐住你的足弓 所以算是當時候設計了一個 蠻大的特性吧 但其實以現在的跑鞋來看 其實這種支撐性的跑鞋 已經不太需要這種 這麼硬的一個中底科技了 是不是因為科技的進步 有新的材質出現 所以以前如果這邊是軟的話 可能整雙鞋會塌陷 我認為應該是真的差很多 因為其實我手邊 我就拿了這三十代的Carno 跟大家稍微分析介紹一下 其實以剛剛的一些設計元素 進化到三十代之後 外觀上已經完全不一樣 你看這個斜面的布料材質 跟剛剛的大王眼其實已經完全不同 但是它還是非常透氣 那除了這個之外 剛剛講的這個亞瑟膠 也已經完全看不到 因為在三十代 它也變成是內置的就是放在中間 然後支撐系統 剛剛講到這個大片的塑膠抗旋鈕片 中間這個也已經不見了 它是完全變成這個 一個4D的支撐穩定系統 在中足的地方 所以整雙鞋的設計語言 跟十幾年前的這雙Carno 14代 已經有很大的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在腳感上穿起來 Carno 30是一雙很Q軟 但是又有一定支撐程度的跑鞋 當然Carno 14到底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其實也還沒穿著它跑過 我只有穿著它來走路過 所以其實有點 蠻興奮的蠻想體驗 就是大概我國中時期那時候 跑鞋的科技到底穿起來怎麼樣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把這雙鞋 還有剛剛介紹的 Adidas 4D FWD 3代 拿出去外面實際走路跟跑步 來感覺一下這個腳感 到底是不是跑鞋中 或許沒有那麼適合的跑鞋 你好奢侈喔 人家可能拿來收場 你是拿去保護的 沒有這雙我用盡全力才搶到 所以最近它出了很多聯名款 什麼1130啊 然後還有幾個系列 我都超想搶的 可是我覺得我搶的這雙 已經算蠻夠的 如果大家最近有在追這波 Y2K的這個風潮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交流一下 我最近蠻想入手的是 美金龍的Web Rider 第十代的這個復刻版 我覺得也很帥 但是有一些配色台灣沒出 蠻可惜的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買到 好了那我們就到戶外實測 出發 OK 我們剛剛實測完了 這兩雙實際走路跟跑起來的感覺 我們就先來說 第一雙穿的這雙 Editum 4D FWD的這雙第三代跑鞋 那實際啊 在剛剛跑步啊 跟走路的感覺 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這個3D練印的科技 真的是有這麼一回事耶 我覺得走路起來很舒適 而且那個腳感的感覺有點難形容 就是我們前陣子是說 On很像獨立筒 但我覺得這個比之前講On的獨立筒 更高一個level 因為On的獨立筒中間的寬間距其實比較大 但這雙其實是更密集的 所以它更有那種 你往前踩前面可是後面給你很好的支撐 你往後踩後面前面給你很好的支撐 但話要講回來 就是這個設計我覺得不是很適合拿來跑步 就是它會有點很不一體 你前面軟後面又很硬 後面軟前面又很硬 就是它沒有那種一體式的感覺 所以你真的在跑的時候 腳底的腳感是有點分散的 就是我沒有講說On的這種獨立筒感覺不好 而是這個的感覺已經太分散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定位確實是拿來走路 跟日常的穿搭是很舒適的一雙跑鞋 那我幫新手問 新手也不適合嗎 完全不適合 我覺得這個就是拿來走路就好 因為尤其是我現在體重大概60 穿起來都會有那種比較支撐的感受 不是這麼的強壯的情況下 我的感覺啦 所以如果體重更重的人來穿 或許它會整個就是壓扁它 我覺得腳感上 可能會覺得很像赤腳走在路上的這種感覺 沒有這麼有支撐性 所以不知道耶 我覺得這雙的定位就是拿來走路穿搭還不錯 但是如果真的要跑就稍嫌不足 支撐力其實不太夠 下一張我們要來講的就是亞瑟士的這雙 Gio Carano 14 代 那它果然是我國中當時候的這種印象中的跑鞋 腳感就是非常的硬挺 那實際 雖然這個有外置的這種就是亞瑟交在外面 但是實際跑起來跟走路的感覺 都可以感覺跟剛剛愛迪達的這雙鞋 是完全不一樣調性 雖然這雙鞋本來就都是拿來穿搭好看的 但是它在走路的腳感上會覺得整雙鞋是更硬挺的 但也因為這樣它的支撐感受其實是很穩健的 你會覺得踩下去很明顯的感覺 腳足夠的兩側都有完全包住你 不會讓你有外眩或是內塌的這種感覺 可是也因為這樣 其實跑起來我覺得整雙鞋 很多人講是要把它跑開啦 但我覺得就是它沒有那種一穿就覺得很舒適的這種感覺 它完全是很像一個板子就蹦蹦蹦 沒有辦法有很好的這種支撐滾動 或是很好的緩震效果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很穩 穩到不行 穩到過度硬派 但是沒有太舒適的這種腳感 所以我剛剛穿著這樣走了一下子 其實是覺得它就只有硬的感覺 尤其剛剛你看畫面 後跟這樣往下踩的時候 會覺得是一整塊踩不下去的那種狀態 或許這就是10年前的時候鞋子的這種感覺 但當時候穿那個鞋也可以跑得還滿快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這兩雙跑鞋的評測啦 但如果真的要拉它們去跑鞋大亂多 我覺得這兩雙鞋應該都排不上名 完全是不推薦給大家去購買 但畢竟它們兩雙鞋的外觀都是非常的 時尚好看 所以就算我長得沒有這麼時尚 但這兩雙鞋應該還是算 就是最近穿搭上滿流行的吧 好啦 如果大家有什麼最近想看的 或是你們有看到最近更好看的跑鞋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你家人隊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的意思是說 不是說不是建議大家買 是它拿來跑步很建議 不是啦 不適合拿來跑步 但是穿搭我覺得很棒 我自己都花錢買了 這個也是艾達給我之後 心心念念我每天上課都穿著它 真的是 愛了 愛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